大家好 在楊城府的弟子當中 有不少其實在拜楊城府之前 他的功夫和他的武術基礎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比如說李亞軒前輩 他在拜楊城府之前 他的少林功夫已經練到了相當的高度 今天我給大家聊一下董英傑前輩 董英傑那可是楊城府手下的著名弟子 而功夫了得 但是他其實也是一樣 在拜楊城府之前 他的太極拳修為已經到了相當的高度 董英傑最早的師父 太極拳師父是劉英州 劉英州他可是走標的 他是標士 劉英州是跟誰學的呢 太極拳 是跟楊氏太極拳第三代傳人 楊禄山的孫子 楊兆林先生學的 那麼後來劉英州 又把董英傑推薦給了自己的愛徒 李湘元 讓他跟李湘元繼續修煉太極拳 這個李湘元 那可不簡單 李湘元他不僅是跟上劉英州 學習了很多外交官會 也包括了太極拳 劉英州建議他要拜這個楊兆林 所以這個李湘元 他的太極功夫 也有三位老師 劉英州 楊兆林 楊兆林去世之後 他又拜武士太極拳的前輩浩衛珍 練習武士太極拳 所以李湘元的功夫很高 後來自己的師父 把董英傑推薦給自己之後 他是習心傳授 把自己的太極功夫 一點都不保守 傳授給董英傑 所以董英傑在拜楊振普之前 是經過了劉英州和李湘元的精心的調教 特別是李湘元 那是不賴其凡 一時一有了 是把董英傑的功夫 拔到了很高的高度 後來他覺得自己已經 沒有什麼可教的了 覺得自己該教的都教的了 那麼董英傑的領悟能力也不錯 也練到一定高度 他又把自己的愛同 董英傑推薦給楊丞浮宗師 所以董英傑到了楊丞浮宗師 那就是錦上添花了 所以董英傑的功夫 他有三個脈絡 所以他身上激厚了很多師父的傳承 所以董英傑的太極功夫 大家都看得見了 又不一樣 多謝 超突兇